G'day mate! 哈哈 大家好 大家好 好久没有更新我的骑行视频了 我现在去一个朋友家 我们几个朋友晚上约了在朋友家烧烤 其实今天不是我第一次出来骑行 前天我的那个澳洲朋友叫Sean 他知道我来了 然后约了我一起 从他们家叫Cardis Love 然后沿着海岸线一直骑到了Rockingham 骑了几十公里 那天昨天前天是第一次出来骑行 然后那个车是我去年 去徒步驻峰大脸营的时候认识了朋友 然后很巧他又住在PUS这边 没想到这么快又遇到了 今天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西 啊 我所在的这个地方 叫PUS 中文名叫PUS 琥珀的PUS 陈佩斯的S 一提到澳大利亚呢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首先会想起 悉尼摩尔本 布里斯班黄金海岸 啊等等这样的主要的东部的一些大城市 啊 估计很少人知道 西澳的PUS 这个西澳省啊 占的 澳大利亚的差不多 三分之一的领土 非常的大 然后人口呢 只有澳洲的 呃 百分之十多一点点 呃 不发达 东业 澳洲的 整个国家的出口西澳 就占了一块 啊 啊 但是这边人的生活都跟 呃 这些 主要的西部的一些资源类的 啊 都有关联啊 就像我那个朋友 John 呃 他就是在北部的矿区工作 呃 一个星期在矿区工作 然后又飞回来 啊 在这边休息一个星期 啊 这样的一周 周到 然后我的这些朋友呢 呃 呃 都生活在 那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种 呃 算是郊区吧 我们的 因为没有人在市里边 呃 工作啊 所以 生活都在 在城市的周边 都比较这样安静 安逸 啊 啥意思啊 这么久没来 你连门都不有开 开一门 不要 啊 我来帮你穿串啊 我来帮你穿串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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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觉得一个好处是 你要做菜好吃的话 你会有点饿 你觉得自己饿才能做出好吃的东西 好 谁是这 你想要看 你 你就 你 你 哼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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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enu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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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你看到后边看那屋里闹的 哎呦哇 有印象 十年前那都是学生 现在都成老爷们了 还有一帮孩子他妈说 一帮孩子嘛 一帮鞋出来是什么 你还是饿在里面 这边生活就是这样 非常的爱意 有时间大家都聚在一起 用一下烧烤 这不是好好说果菜吗 澳洲果菜呀 果菜 你听吗